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7月16号礼拜六的第三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话说在今天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和香港大学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帆毅等的四名专家 是联名赞写了一篇文章 他们指出香港应该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而且还说遗风抢检 以及发出抢检公告的成本太高并且扰民 建议特区政府放弃这些措施 四名专家也建议香港应该优先和国际通关 并且逐渐将酒店隔离改为家居检疫 而学校每日的快速测试亦都可以取消 好了 在讲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究竟那班专家有什么最新的建议 实际这篇文章就是由港大的四名专家联名发表 包括有袁国勇教授 孔凡毅教授 龙镇邦教授 以及涉达教授 他们就指出 新冠病毒在夏天活跃程度 以及引起炎症的机会较低 他们认为 在夏天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是合适的时间 同时就可以借此 令到社会上有低度的传播 而产生自然感染 再加上疫苗的接种 在冬季之前就产生混合免疫 避免医疗系统到时会崩溃 文章还提到 说希望在冬季之后 香港是有超过九成人 完成了疫苗接种 混合免疫 就会覆盖超过七成人 即使到时有变种病毒 患者的病情都会属于轻微的了 市民的生活可以慢慢回复正常 实际他们说建议 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要赞的 说得好 袁国勇教授孔凡毅教授 新兼新一届特区政府的 专家顾问团成员 够胆向特区政府 提出优先和国际通关 放宽措施 好东西啊 所以特区政府呢 就要虚心聆听 以及是认真考虑人家的建议 全部都是有益的 不过我都认为 这些专家其实讲话都是言不由充的了 实际上你说那些什么东西 社交距离措施 你放不放宽呢 现在都是明存实亡的了 有什么措施可言呢 现在已经是共存的阶段了 所以就不只是叫特区政府放宽就可以了 你应该叫他废除了他 全部都 讲白一些 这些所谓的社交距离措施 例如限聚令 安心出行 疫苗通行证 全部都多了 大家看看今天那个确诊数字 上升到三千七百多宗 那你的措施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袁国勇一帮人还在说 夏天病毒的活跃程度就较低了 不是啊 现在回弹了上去 现在还不是进了夏天吗 三十几度啊 根本上那些措施是没用的嘛 限聚令限什么呢 你看看现在大二天市在街上的 在商场里有多少人 尤其是一开新店铺什么寿司囊啊 开什么开物啊 凡亲有一些新的食店开张的 那些人就猛地去排队 新屎坑三日香 在香港没办法太冷闻了 困住了两年零六七个月 死了吗 没得去旅游 那么就随便看到有什么新店开张 整班人就一窝凤地去排队了 我无意责备那些人 我只不过是指出有这个社会现象而已 不是说什么抽水之类的东西 那你想想 这么多人在街上走来走去 限什么罪呢 对吧 在街上你不要叫他扫码 你不要隔一个街口隔一个马路 你又叫他扫一扫个安心出行去 是浪费时间嘛 这些措施大家都知道是没用的 为做而做 做个样子出来叫做防疫抗疫 做来干什么呢 为什么不全力来搞经济的建设呢 一美还在这里封关 文章还指出 根据新加坡的经验 如果香港完全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入境旅客全部改为居家检疫 香港的单日确诊个案 可能会达到3000至21000宗 高峰时期需要氧气治疗入院的人数 将会达到大约1000人 那你放宽了都是3000至21000 那今天都已经是3700了 那是不是应该放宽呢 实情到了现在这一刻 我很怀疑香港究竟有多少人已经有个心理准备 接受了和国际商向免检通关的 我真的怀疑 我看到这个深圳湾那个什么除了手带的事件 那些留言简直令人大开眼界 不寒而栗 有些人还在责备那个人到处走 阳性、播毒 还在说这些落伍的语言 我真的很怀疑 其实是准备好了 最少有一部分人 仍然仍然当这种新冠病毒 是世纪绝症的一样 常常担心香港会出现什么大陆波 又说大爆发 很明显就是出于自身的无知 而且是受到了主流媒体耳鱼目染的影响 还是害怕了一份的 不要有些人又来留言 又说我怕住房仓 怕着这样那样 肥妈都不敢住了 住房仓 现在三千多人 有多少个住房仓 那些人真的当了世纪绝症的 是神经病的 你看看出街 在香港有没有人出街戴两三个口罩 我想你多走几个街口 就会看到有这样的人存在 就是你想想为什么有些中产的家庭 有些知识分子要移民 政治是一个因素 你只是这些措施都是一个推因素 是不是 跟太多蠢人住在一起也不行了 是这样的管治的 还有这样的人配合的 还说是赞好的 都不思考一下通关 老实说就算这帮专家所说的通关 我都认为是太温和的建议 他们说建议优先和海外通关 先赞一下他 并且逐渐由酒店隔离转为家居检疫 到完全转为家居检疫的时候 就可以规定底港人士 在底港的第七日和第十日 自行快测 并且要配戴电子手环 我告诉你这一只根本就不是通关 只不过你就减轻了那些人 回港的时候 隔离的那个成本而已 是金钱的成本 时间成本仍然在这儿有 这个不是通关来的 通关是什么 一到香港国际机场 在赤立角那里 弹弹跳周围走 去东涌又行 去看电影又行 那些为止通关 这些是通关吗 带电子手环 叫他在家里睡七天 那些专家说 优先和海外通关 我都说他好了 赞下他了 但是这一只不是真正通关来的 这一只是假的 没有海外的旅客是会回头 那些撤离了的海外投资者 海外的专才也不会回来 怎么回来呢 你不就和隔七天没有分别 只不过你睡觉那张床 是自己那张床 不是酒店那张三宝床而已 省下那几万元的酒店隔离费用而已 没有分别的 真正的通关 就是要一下机那一刻 你任由他数为走 好像以往一样 2019年的时候是怎样 现在是怎样 你做不做到 做不到就不是通关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关 是假通关 根本上啊 你还在那里做这些 这样的狠狠的措施 你都对不起在第五波死了那九千多人 坦白说 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 其实都是会经历过 大规模死亡的阶段的了 五眼联盟任何一个国家都经历过 在一个念房里面试踏试 香港都经历了 我经常都说 第五波疫情就是一个解脱 起码对于部分清醒的理性的市民来说 就知道 哎呀过了了 已经是不需要在心里面 有种胆怯 有种恐惧 是不是 第五波之前 还有些狠狡 凡真看到哪一个是中了招的 就当他好像生麻风生绝症 一样怕死自己中了的 现在都没有这些狠狠的东西了 是不是 至少大部分人的心态上是调整了 改变了 好了 你现在还在搞这些东西 你都不发展的经济 那九千多人 你说是不是枉死的啊 任何一个国家都经历过的 大规模死亡 这个是无可避免的 我想说 任何一个国家都经历过 但是经历完之后 你就要很紧张的时机 发展经济 对抗超级通胀了嘛 对抗超级通胀了嘛 死者已已 对不对 唯有他希望暗示 但是你再生的那七百万人 那怎么办呢 不用顾的吗 还在玩这些措施 玩多久呢 对不对 为什么不发展经济 集中的精力去 你说要配合大陆那样 大陆都叫了你一国两制嘛 对不对 叫你要李克强总理说 要保留住三大国际中心的地位嘛 那是不是要开关呢 不开关你怎么保留呢 那些东西 我真是不理解 有些人还是这么闻塞的 你说政府要基于政治的原因 什么都好 算了 政府有他的制爪 民间也有至少一半人 那些蓝丝 那些盲毛 他认为是通关有问题的 又会令到香港大爆发 有这些人存在 九千多人有根本是往死的 你对不对得住死了那九千多人 陈兆史就一定对不住了 有些到现在这一刻 都心态没调整过来的人 一样是对不住 喂 每一个地方都是 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那怎么办呢 继续困住那些生人啊 啊 想怎么办呢 我真是不明白啊 政府有他的制爪也算了 民间至少的意见也要统一点 是吧 我真是说起这个我就吵了 你看一下 是不是那些这样的 媒体啊 那些留言板啊 是什么的留言 那些是真人来的 不是网军啊 不用说了 不是五毛啊 有些真的是香港人来的 哇 怕着大爆发啊 怕着第六波啊 没有人通关啊 这些那样的 六七这样的城市 哪有希望啊 唉 我真的不懂得说啊 喂 虽然我和大家隔了七个时区 隔了九千多公里远 大家的感受可能都是有些不同的了 就是 比如说大家日常看的那些媒体 和我看的那些都不一样 但是 就是我很理性地地跟大家說 很負責任地地跟大家說 就算開放國際通關 每天的個案中數升到一萬宗也好 不是你想像中那麼高危的 有些人是不是怕死的那麼重要呢? 我想多數生人 就不是怕死的,是怕窮的 現在這樣搞法,是不是? 大家看看今年,如果你有數目的 今年一月,你下街吃飯有多少錢? 現在你下街吃飯有多少錢? 有數得計的,這些東西是無法騙的 每樣東西都在升,薪酬就不見升 那你還不開關,你還不聘經濟 還不恢復旅遊,還想怎麼樣呢? 是不是?你搞什麼時候呢? 政府有自己一套算了 民間的意見根本上都這麼大分歧 你現在的專家說得對啦 袁國勇,孔凡崖是政府專家來的 對了,你跟特區政府說放寬 放寬多一點,叫價高一點也不要緊啦 這是魯迅所說的嘛 所謂開天殺價落地還錢 如果你要在一間屋那棵牆那棵牆開線窗的話 你當然要叫價高一點的 就跟屋主說,我要在屋頂開線窗 那他就妥協了 怕你了 喂,你現在這樣說這些話 當然啦,我都認為他所說的 其實我全部都贊同 你說怎麼說放寬啊 怎麼說要學校的快測取消啊 遺風強檢就太高成本要取消啊 優先和海外通關啊 我全部贊成贊成贊成 我嫌你放寬的不夠多了 但是特區政府看完你的東西之後 他會照單全收啊 定益或有啊 在這裡來 啊 聽點不聽點呢 你聽點不聽點,你真是死了,是不是 你折騰了什麼時候呢 那個經濟是要 我們看了專家怎麼說 唉,真是 講武器了 他們還說 在放寬期間 未打針的高危人士 外出就需要配戴高規格的口罩 例如N95口罩 同時就應該避免參與 涉及除下口罩的活動 未打針的人士、家人 就需要每天快測 以及早發現有沒有染病 這些也是不人道的建議 我發現這一條我就不同意了 你根本上就是歧視著那些未打針的人嘛 是不是啊 未打針的外出就要戴N95口罩 N你的老爸,真是 現在香港三十多度 每天都 外出戴N95口罩 有沒有那麼不人道啊 這些是什麼建議呢 這條我真的不同意了 還說要別人家人每天快測 每天快測就不行了 你叫他自願做吧 讓他自己做吧 做就做不做就扔就那一隻 是不是啊 笨蛋的 唉,我真的不懂得說 這條建議我不同意 好了,專家又指出 確診者在 適宜呢,居家隔離 除非是涉及新變種 或者是屬於高危病人 而現時遺風強檢和發強檢公告的成本高 並且擾民 建議當局放棄這些措施 一早就應該放棄了嘛 學校的每天快測也都可以取消 同意 同意 節省你成本 因為那些快測都要錢的 買回來 撩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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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撩 有十元雞 不用錢嗎 你那班做官員當然不知道 是不是啊 幾十萬一個月 比如說那些一家四五口的 天天做一次快測不能行 一天的成本四五十 那你整二二三天是要上班上課的 那你成一整條數 那裡又有千多元 是不是成本這些 做做做 取消了它 浪費時間 真是 那整體來說 要講專家的建議 我大致上也贊成 除了說 未打針的人出街要戴N95口罩之外 那希望特區政府 就虛心一點聆聽 是不是這些意見 我也希望他多些聽 尤其是 袁國勇教授和孔凡毅教授 都是新委任那些 特區政府專家顧問團的成員 那就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是不是 你說那個薛達 那你不當他是專家也算了 那你有兩個是自己委任的 是不是有值得聽的價值在這裡 好,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